2015年10月29号 百革时事为你整理今天的评论 首先我们来看新周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 华晓拨款到底在哪 标榜让人民幸福生活的2016年预算案 到底能给谁幸福呢 新周日报游走边缘 钻篮作者陈宝钦说 想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但这幸福二字肯定和华晓 国民兴中学及独中有段遥远距离 因为距离2016年仅剩两个月 华晓的5000万令吉拨款没有下文 国民兴中学的2500万令吉拨款 至今下落不明 甚至部分华晓 连2014年的拨款都未领到手 教育部说 财政部只发放2000万令吉拨款 教育部将继续追讨3000万令吉余额 但财政部却郑重声明 已经把所有拨款发放给各部门 没有拖欠任何部门的拨款 为什么会这样 钱哪去了 作者说 公款失踪是严重弊端 其中是否涉及人为挪用公款或舞弊问题 或是政府开空投支票 不调查清楚 难解人民心中疑虑 也有损政府形象 这岂是一句 教育部与财政部沟通出现状况 就能交代清楚的 接着我们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到底谁被羞辱了 马来神工方会帮主的莫亚里发表的马来族开战论 光明日报华山论件作人作者不亡为一笑 觉得这番说辞不止让华族感到愤怒 更多的是感到莫名其妙 到底现在是谁羞辱和挑战谁 作者说 莫亚里摆明就是要找茬 原因很简单 自从45年前的新经济法落实后 马来族控制了国家各重要的领域 有理性和有智慧的马来族就不会跟着起舞 至于莫亚里的所谓三大不要 既不要宗教被羞辱 不要街头示威推翻民选朝廷 既不要国家领袖的肖像被践踏 作者一一反驳 第一个的不要很明显就是诬赖华族 第二个不要既然说是民选的朝廷 百姓上街呛声有傻错 第三个不要 作者认为最搞笑 口口声声民主和民选 那么阿吉书的肖像被百姓践踏 又有什么大不了 作者说 如果不是朝廷的容忍 甚至放纵和包庇 莫亚里敢为所欲为吗 字幕练? 字幕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